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罗门 我们继续来思想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弥赛亚这一位公义的王 将带来了统治和救赎 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 不断会提到弥赛亚的统治和预言 例如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提到百姓所期待的这位的君王 还有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一到七节 所提到的和平的君 可以说是互相的辉印 那么以赛亚书的第十章 在后面谈到亚述 好像树林被砍伐待尽 那么本章我们说第十一章就谈到 犹大的子民也一样 如果他们不肯悔改 上帝的审判依然会严格的临到他们 但是砍了以后 而树头会再长出幼苗 也就是说弥赛亚将会从这个树头 重新的长出这个枝条 在审判过后会有复兴的应许就会来 这位公义跟和平的统治者弥赛亚 他会有神所赋予的各种的 所需要侍奉的恩赐 因为他是一位王者 有哪些特质呢 有智慧的灵 有聪明的灵 有谋略的灵 有能力的灵 有知识 敬畏耶和华的灵 会停在他身上 甚至会让人可以辨识的出来 也因为这一位和平之君 他的统治 可以让整个国家公平公义 让整个国家恶人销声匿迹 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 甚至于在十一章六到九节提到 连自然界都会充满了安详和谐的气氛 因为这位和平的君 弥赛亚绝对不容许恶人 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和惩罚 当然当他统治的时间 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 人跟野兽将和谐共处 这种和谐的共处 就是回到人未曾犯罪以前的 这种大自然的和谐的现象和秩序 大自然因着基督的统治 这位弥赛亚君王的统治 会获得的救赎和医治 连性情原本很凶暴的野兽 会改变他原来的习性 会变成温寻可爱的宠物 这一切都是因为 被这位弥赛亚的更新完全的改变 人跟神也和好 生命整个欢转过来 这一种的应许宣告了 就是上帝要把他的渔民救赎回来的应许 这时候的弥赛亚不单是百姓的君王 也是万民所归向的对象 就是神过去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从旷野进到迦南 同样的 当弥赛亚掌权的日子 这里提到的二次 就是第二次的再一次的树立大旗 把分散异地的百姓重新的召聚 他们彼此不再有互相的忌妒 内战还有内耗 他们要合而为一 他们要能够去面对国外的这些仇敌 例如像菲利士人 东方人 以东人 摩押人 亚门人 也就是当弥赛亚统治 这个国家的时候 可以说 没有人可以欺负以色列人 进到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就是一个救恩之歌 是弥赛亚的显现 所带来伟大的救赎 和向上帝所献上的诗歌的记录 也就是说 神审判他的子民的愤怒 是暂时的 至终 神仍然要安慰 拯救他的子民 按照这一章的结构 我们大致上把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可以分成几个段落 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段落 这是谈到个人的感恩之歌 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 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感恩之歌 这两个段落都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就是认识上帝的救恩 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也就是说以赛亚他的名字 就是这一卷书的主题 救恩就是弥赛亚的总心 弥赛亚就是救赎主 弥赛亚的救赎有三个项度显明他的工作 第一这位弥赛亚他是荣耀的君王 他将要彰显他的国度 第二他是独一的救主 只有他能够拯救他的百姓 第三他不仅是一位君王 他也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他会舍去他的命 使他的百姓可以得着救恩 因此我们说 这个弥赛亚本身 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 也因为这个弥赛亚的出现 整个以色列人的未来的民族 都会有很大的翻转 甚至于我们刚才说过 连自然界大地都会带来更新 第二救恩的领导 也同时会经历到上帝的祝福 这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所提到的 就是对于以色列人而言 过去有很多的失败 可是上帝不要他们活在过去的绝望和失败当中 要他们展望未来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 上帝的愤怒不过是片刻 可是却要对他们施行大的救恩 他的怒气虽然仗义 在请客之间却要向以色列人掩面 上帝要以永远的慈爱跟连续他们 这是上帝这样的宣告 因此上帝鼓励他的子民 向他支取他所有一切所给予的恩典 就是在痛苦中他给你安慰 在软弱中他给你力量 在悲哀中他给你失格 在惧怕时他让你有依靠 在你绝望的时候他必然施行拯救 而这首救恩之歌他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范围 不断有影响力的范围 就是从你跟我个人的关系到我要做见证 为他来做见证 然后会到你们跟他的关系 然后你们跟他的关系以后 再扩大到万民跟他的关系 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 从一个区域性到全球性 从单一民族到普世全人类 就是一种宣教的意象 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二章三到五节提到 他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难取水 到那日你们要说 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已被遵从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是普传天下 从这个经文你就知道 要传扬在万民中 万民又可以翻译成万国 就是让万国万民 普天下都可以得着耶和华的救恩 到了以赛亚书第十三章 谈到有关于巴比伦受审判 从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 都是谈到列国受审的预言 以赛亚的焦点 从选民开始转移到外邦 预言外邦列国的衰亡 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人类的历史是由他来管理的 特别是在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就预言到巴比伦受到审判的讯息 巴比伦可以说是 接续亚述之后的世上的强权 特别在第十三章谈到一个概念 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其实包括以西杰书 包括约尔书 包括阿摩斯书 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当审判临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 经文告诉我们 那是一个日月昏暗的日子 是一个心术无光的日子 是一个吹脚呐喊的日子 因为巴比伦象征一个俗世的 抵挡神的政权 里面充斥许多偶像崇拜的文化 暴力的文化 淫乱的文化 其实巴比伦也是世界的缩影 在新约启示录里面 也有提到巴比伦受到审判 象征当时代的希腊 罗马的文化 总有一天上帝的审判 一定会临告全世界 所以巴比伦成为一种象征 届时不单神的子民会受审 列国不能逃脱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愤恨 烈怒 使地荒凉 而且从其中除灭罪人 天上一切的心术 都要昏暗不放光 日头变为黑暗 月亮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13章 就是宣告 那个可怕的日子临到的时候 所有的狂妄 所有的罪孽 所有的强暴都会窒息 而先知预言到巴比伦帝国 最终将被马代所取代和寝服 在13章17节到22节 他们所引以为傲的王宫 我们都知道巴比伦的王宫 是古代世界的七大的建筑奇迹之一 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而这种所谓的建筑 皇宫 可以说是尼布贾尼撒 引以为傲 夸耀他的伟大建设的地方 你从戴伊里书第4章29节就可以知道 他是何等的以自己的建设为荣 马代早期曾经跟巴比伦结盟 在祖前612年 马代跟巴比伦联手攻下了亚树 尼尼未成 除灭了亚树帝国 波斯后来兴起 那么波斯王居鲁士 就取代了马代王朝 果然在祖前的539年 波斯马代就联手灭了巴比伦 以赛亚书13章18节说 不怜悯妇人所生的 眼睛也不顾惜那些婴儿的 这种赶尽杀绝残忍的做法 将会使巴比伦从历史消失 以赛亚书第14章 巴比伦的受审和署名的归毁 13章提到耶和华审判全帝和巴比伦 可是对以色列人而言 对犹大人而言是一个转机 因为当他们的敌国被审判的时候 同时也是他们被救赎归回的时候 从以赛亚书第14章 事到21节 先知就唱出了晚歌 所谓晚歌就是哀歌 哀到巴比伦王的这种灭亡 原本是充满了哀到悲伤的气息 可是当以赛亚写这个晚歌的时候 以这首歌来讽刺 当巴比伦被消灭的时候 他死去 尽到阴间 连地狱里面的阴魂都会被震动 而聚集 集会 然后以蓄积性的手法来描写 来讽刺 这一位曾经很少权地 辖治列国的残暴的巴比伦 也沦为黄土一辈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星辰的堕落 以暴虐的政权的沦亡 然后这位暴君 死无葬身之所 他们的子孙也将被赶尽杀绝 以免他们再祸患人间 从以赛亚书第14章里面 我们说 事实上巴比伦 不仅是象征 一个抵挡上帝的国度 同时它也是一个背后 有属灵恶者的象征 所以我们说 在以赛亚书第14章 谈到于撒旦 是整个巴比伦 背后的黑暗实力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的谈这个主题 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 愿上帝祝福您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